由七位殿堂級導演聯手執導的新戲 口快就會上映 這日提前舉辦星光牆 給參演的演員以及名人明星先到為快 例如張達明、張錦晴、林雪、龔慈恩、林海玲、 王丹妮、姜大偉、李林林、姜卓文、姜浩文、 鄧麗欣、張達倫、陳國邦、陳家寶、尼斯奇、 王浩然、蘇麗珊、九云惠、楊潮凱等人都有現身 全情星光陰陰 龔慈恩和林海玲兩母女都有參演這部新作 不過並不是同一個單元 所以兩人並沒有對手戲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想過下次可以一起合作呢 你們有沒有想過 如果兩母女一起演一部電影會有什麼感覺 會不會特別緊張呢 我想我激到會 不會的 做得很好嘛 對 其實你有否想過呢 我覺得我會… 想起也有點緊張 但其實有試過 其實也有很多人找過我們是做什麼呢 是…怎麼說 廣告的那些 不是 是上一代下一代 年輕版 年輕版 對 他是我的年輕版 很多人都問過這個 這個我很想的 我很想做他的年輕版 因為不用碰到我嘛 OK 做個母女我覺得我怕我會跳 早前有遙傳林海玲輕身墮樓 而Ashley的經理人公司都火速澄清這個消息 對於被誤傳死訊 Ashley這一天都有親自回應 我覺得是…其實我覺得很好笑 我覺得有時候人生有些荒謬的事情發生 都為這個人生大一點樂趣 我覺得是…我會用一個搞笑 和一個正面的眼光去看這件事 都帶給我一些歡樂 我覺得挺搞笑的 其實呢 我就覺得… 其實那天早上我也是接了電話 然後敲門去她的房間 她睡覺的 告訴我這件事 那她就是… 啊… 她們繼續睡覺 其實是沒有任何反應的 她們都不會開心 因為其實是一件比較跳脫了 都沒有甚麼可能發生的事 但是我就覺得現在因為有疫情 有這麼多不開心的事 無論如何 希望帶給大家都是正面的訊息 不希望有些負面或者不開心 或者扭曲了的訊息 那就不是那麼好 所以希望大家都發放多些正能量 早前去了烏迪尼斯影展的Stephy 都有把握機會趁機在意大利玩 好好充電 之前我不是去了影子演回來 其實都沒有見過媒體 都整個兩個月了 所以多久了 但是那次影子演 是否順便可以當作一個小小的旅行 因為之前真的很久沒有出過 絕對是 我也都不斷被朋友罵我 不要再發照了 大家都很願意去旅行 所以我也是藉著那次影子演 有一點藉口 讓自己去玩一下 是否順便見識一下 我們感受一下 影子上的氛圍 當然 Stephy之前不單擔任張敬軒演唱會嘉賓 還清唱拍片 幫好友則田的音樂會加油 不知道Stephy有沒有 歌引大發有開演唱會的想法呢 會的 其實都… 因為我不敢說 因為我經常都很多粉絲問我 何時開演唱會 何時唱歌 我經常都答不得到何時 所以我免得令大家失望 剛好幫助了 你覺得芝田唱了幾句 有沒有意味著再做嘉賓 幫幫忙 他沒有邀請我 是嗎 我想在台下看多點 可否讓我欣賞 因為認識了這麼久 想看他演唱會 對,很久沒有聽他唱歌 其實我很喜歡聽芝田唱歌 所以我很想做他的觀眾 多點 賈靜民原定在台北 出席代言基金會的 公益微電影發佈會 不過就因為急性腸胃炎 而臨時缺席 但是因為這次的微電影 是靜民相隔三十年 再和殷師王小弟導演合作 所以就算身體不適無法到場 靜民也有透過線上訪問形式 分享拍攝感受 我那時候到美川媽媽工作的地方 就是大家剛剛看到那個 採葡萄的地方 然後看到了小弟老師 小弟老師從遠遠遠看著 我就說 你怎麼還是跟小女生一樣 超級親切 因為以前我們 我那時候跟小弟老師拍戲 大概十五十六歲 那時候還要考年考 其實小弟老師對我們的 怎麼講 就是在那時候根本不會表演 也不知道什麼 但是規矩啊 然後書要讀 然後表演要會 然後小弟老師教了我們很多 老師說我常常跟私底下 跟很多朋友分享 我說跟小弟老師在嘉嘉湖 跟母雞帶小阿那段時間 跟著工作 真的是開啟我 知道做演員這件事情 必須要非常敬業 而且要很認真 我覺得認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為了更加投入角色 鄭文在拍攝時 也有跟弱勢家庭深入相處 她也有很深刻的感受 我覺得美春媽媽一家人非常非常樂觀 然後最主要是我覺得孩子在旁邊的向心力 跟其實美春媽媽願意做改變這些事情 改變其實有時候我覺得會是一個口號 但是在美春媽媽身上你就可以看到她真的落實 她真的很認真在她的生活 甚至她以前不懂得存錢 她就真的很認真在嘉福基金會的輔導之下 開始存錢 然後你也看到了 其實小弟老師拍的 我一定真的很感動 就一開始 我覺得女性的堅毅 一般眼淚不這麼容易外流 就是因為她還要支撐起家庭責任的 還有工作賺錢養家各種方面 那我覺得美春媽媽的眼淚是 讓我很感動 因為我自己的曾經的經歷 也是因為爸爸的找離世 所以也看著媽媽那麼堅毅地撐起了一個家 然後我跟著媽媽一起 所以總覺得很親切 很有一些互動感 所以跟他們在一起的整個過程 看到了正面 看到了希望跟看到了改變